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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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史书上也有千胜之国 万胜之国 就是说你一次能够出动到兵车 那兵车就是靠马来拉的 这样他的战争年代中间 特别是两军队里的时候 兵车冲击的速度很快 步兵的防御对他来说 是很容易被冲破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中原的各个国家都需要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张谦到了西域以后 他到了大湾 他发现大湾的马 和我们中原的马 完全不一样 相差太大 他就向汉武帝做了报告 这个《史记大碗传》中间有记者 说张谦这样报告 说大碗在匈奴的西南 在汉的正西 那么去汉呢 大概有一万里 这个当地 有这个土著 种田 种稻麦 有葡萄酒 还有很多扇马 有很多梁马 那么马呢 出的汉 像流血一样的 马汉血 那么他说呢 听说是天马的后裔 他下汉武帝报告 这个《史记》的机械 专门解释了 什么叫天马 天马就是说 大碗国 费尔干纳本地 周围是高山 那么山上有马 不可得 你抓不住 那么因此呢 当地人 取五色母马 置其下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把各种各样颜色的 人类养的母马 放在山下 那么引诱 这个山上的天马 下来以后交配 生下来的鞠 马鞠 就是天马 那么这是张前 带回来的消息 毕竟是一个消息 汉朝的史诚 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吧 这个 到了 乌孙为了跟汉结盟 乌孙向汉朝请婚 要求汉朝把公主 嫁到乌孙 为此呢 乌孙准备了上千匹的马 作为天马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 吉尔基斯草原 哈萨克草原的马 就很漂亮 又高又大 善于奔跑 那么这样的马 到了汉朝以后 汉朝的君臣一看 眼睛位置一亮 这么漂亮的军马 这么优秀的马 军马 汉朝又事成 告诉这个汉 乌孙的马 还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马 就在大碗 叫汉血马 马流上来的汉 是中间带血的 那是最好的 这就促使 汉朝下决心 要获得 这个天马 就是汉血马 那么我们有时候 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马会好好的 流下来的汉 是红颜色的流泻呢 当代的学者 做过研究 这是当地的一种 小的寄生虫 长在马的毛发下面 寄生在马的皮肤上 生成小的疙瘩 咬破了马的皮 那么这样马 一流汉以后 汉水就把这个 接的架融化了 所谓的汉血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种马 今天 它主要出产在 吉尔吉斯斯坦 和哈萨克斯坦 一些国家的 羊马场中间 它的学名 叫做 阿尔特特金马 这个 我1990年 春天 参加四处之路考察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 图库曼斯坦 我们在哈萨克斯坦 都看过这样的马 那么如果是一匹黑马 长得又高又大 这个身上的这个马头呢 比一个人高多了 马身上的这个毛色 长得像缎子一样 发亮 有的时候四个蹄子是白的 有的时候马的鼻子上一刀 那么也有这个马是 中黄色的 就像身上皮的中黄色的 缎子 给人一看就简直太漂亮 我们设想一想 在古代的战争中间 你作为一个军事统帅 第一 你需要 在行军的过程中间 前后的噪音 那么你的马 要比普通的战士 普通的将领要好得多 他要走更多的路 是不是 那么另外 这个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 那么他有 他有一定的身份 所以你如果看了 统帅用非常漂亮的刀 那不光是奢侈品 用非常漂亮的铠甲 那是他威严的一部分 他讲出来话就要有人听 这个听你不能 打扮得像个乞丐一样 乞个又矮又迫的马 谁会相信你 所以作为一个高级的军事统帅 一匹好马 那是太重要 那么因此当汉朝的军臣 听说了 他们看到 吴孙云 下汉朝下聘礼 马已经够漂亮 今天我们电影里面 看到五小小说 一个人骑的马 跟着跟着马 那都是新疆的 这个马 都是新疆的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马 但是还有比他更好的 那么 现在在北京 土库曼斯坦的总统 尼亚佐夫 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曾经送给 这个胡锦涛 送了一匹马 作为国礼 这片马的名字叫 阿赫塔斯 阿赫塔斯 意思是白石头 你如果在网上调一下 你看看 那个马 简直看着你就 别的马就不想看 那么据说 在第七届 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第一次 把马术 作为这个 比赛的项目 来引进全国运动会 我们新疆的代表团 就利用吉尔基斯斯坦 苏联挖解 经济比较困难 愿意卖一些马 给中国 我们新疆代表团 买的就是他们的马 如果你有机会查一查 大家有机会查 那个时候的报纸 我们是15年前 20年前的报纸 但是新疆代表团 这个马术 什么越障碍 那一出来 你就把别的所有代表团 都震出 这个马术比赛 很重要的 就是个印象分 你一个骑士 骑得他们威严不威严 这个马的 这个仪表怎么样 那马上就把你 就把你震出 后来什么西藏代表团 什么内蒙国代表团 都非常的后悔 报纸上都登的 打听一下 说那个马 也就是体量高级轿车的钱 是吧 那我们为什么 不能买 我们也能买 你知道今天都是这样 极其极其漂亮 那么这样呢 汉武帝就下决心 一定要得到这个马 他首先 派了一位使臣 名字叫车令 车子的车令令 先礼 先礼 带上黄金 带上礼品 到大湾去访问 说我们要买你的马 大湾不肯 马 是我们的国宝 不能买 不但不能买 而且把他们的 带去的金银的礼品打坏 侮辱了这个车令回来 汉史受到了侮辱 那汉武帝非常生气 那么因此就派了汉朝的一员大将 他的名字叫李广利 广大的广 利益的利 他呢率领了数万大军 浩浩荡荡的 从敦煌出发 要进攻大湾 大湾呢 当时的渡城 渡城 就称叫二师城 二 繁体字 大写的 在纯则上面写字 写着大小的二 二师城 在古代呢念 尼 尼 尼sae斯今天上海人还念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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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碗级都存在这儿 他 要派 李广利去进攻大碗 那么进攻不力 失败了 失败以后带了禅兵敗将 李广利 到了 这个 敦煌 北门关的外面 这个汉武帝下令 关上门 不让他们进来 就在游泳外面住 打不到身杖不能回来 然后一边在国内 大肆蒸发军队 把长安那些 我们今天讲的 地皮流氓 恶少 调皮捣蛋的那些 小年轻 全部集中起来 再加上贵族家庭的弟子 组成了一支更大的军队 超过十万人的军队 那么因为军队太多了 绿洲沿途什么 吐鲁山啊哈密 这人口都很少 楼兰啊 雾典根本都没办法 供应这么大的军队 所以这个部队呢 就分道而进 有的绿洲实在供不起 那么多人吃饭 我们管不了 把城门关起来 他们有的还进攻 有三十六国 供力下来就供下来 供不下来就算了 再往前走 最后大军汇集到了 这个大碗 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地方 把它团团包围 切断了 城里面的水源 断水 包围 要大碗投降 大碗不投降 让你交出马来 不交出马来 那么他们就会把水切断了 这个城里的人就会自动投降 结果呢 听说大碗的人 在大碗有秦人 秦朝的秦 有秦人 在帮助他们挖井 他们有水 这秦人是什么人 上个世纪 19世纪 末二世纪初 有一位德国裔的 美国的学者 汉 翻成汉名叫 夏德 夏天的夏 那么这个人呢 秦 秦就是大秦 就是罗马帝国 也就是说 有罗马帝国的人 在帮助 大碗和汉 作战 他理解的对不对呢 不对 就是流落到当地的中国人 后来在班固写汉书的时候 同样的一段故事 班固就把这个秦人 这两个字 就改成了汉人 为什么 要把中国人称为秦人呢 因为在汉统一中国之前 在战国七个国家 强国中间 秦 是最洗脸的 西面的这些 中围的民族 知道的中国 知道的就是秦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用这个方式来秘密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今天法国人 叫德国人叫什么呢 叫阿勒曼 阿勒曼是什么呢 阿勒曼是德裔 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 离法国最近的一个部落 所有的 德国人都叫阿勒曼 都跟你是一样的 那么秦也是这个道德 当然 后来秦又统一了中国 所以说 今天中国参与了这个字 就是从秦这个字变得的 今天一直到当代的波斯 中国就叫秦 中国人就叫秦义 阿勒曼人叫随 随 都是秦这个字 那么就是有在秦 在汉以前 亡命 境外的做生意 逃犯 各种各样的可能 跑到了遥远的西方 在那里带下来了 那么这并没有能够帮助 大湾能够继续抵抗下去 这个汉朝的军队 攻破了大湾的 这个都城二十城的 外城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湾就说了 贵族就讲了 说你如果汉朝军队再进攻 我帮忙 全杀光 让你得不到 那么双方就谈判 谈判的结果呢 就是各得其所 汉朝的军队停止进攻 但是 大湾 把自己的马就打开来 让汉朝的士绅 在里面挑选马 结果汉朝的士绅 挑选了最优秀的马 几十匹 再加上一般的马 大量的一般的马 浩浩荡荡荡的 把他带回到长安 汉朝要大跌达到墓地 那么因此呢 从那个以后 天马 汉血马 在中国就成了 成了极其油粮的 马的 这个象征 这个词 如果我们看 中国旅行社旅游的标志 马踏飞燕 一只马 踩在一个燕子上 四个蹄子飞奔 那个马绝不是蒙古马 那个马的形状 那个马肯定有 天马的士统在内 那么如果你看 汉代的其他的墓葬 那个马都是高头大马 这就说明 汉血马的引进 对于我们中国马肯定的改良 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中国人 汉朝人 到了大碗 打下了大碗以后 他们发现 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刚才讲到了 张千霞 汉武帝报告 说大碗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水果 叫做葡萄 大碗人当地 还把葡萄酿成酒 储存在罐子里面 富裕的人家里 好多好多缸的酒 非常的香 葡萄酒 那么这个 李广丽得胜回朝以后 不但把马带回去了 把葡萄的枝子也带回去了 中国开始有 有葡萄的种植 我 今年的 我去年的年底 我到德国去参加 这个一个葡萄酒的会议 古代的葡萄酒的会议 中国农业大学的 这个卢国光教授 已经退休了 他就怀疑 中国的 现在当水果吃的 玫瑰姜葡萄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葡萄 很可能 就是 张杰时代 带来的 另外呢 汉血马 虽然非常优良 虽然非常优良 但是 这种马 不耐粗放 它不能下 蒙古马利亚 什么样的饲料 都吃 它要吃专门的东西 那么 汉血马 最喜欢吃的菜 叫做 木雪 木雪 是一种 豆科植物 到了 每年春天的时候 就长在这个田野里 开的这个 紫颜色的 白颜色的花 今天呢 在中国很多 北方的农村 把它当绿肥 在那种植 那么这个 木雪 这种优良的饲料 它的叶子中间 还有很高的 营养成分 那么这就是 汉代 从中亚 引进的 那还有一些水果 比如说石榴 我们中国们原来 没有这种水果 榴就是手榴弹 榴就那么 一个驼子叫榴 石榴 又叫安石榴 就是中亚引进的 根据后代的农作物 研究农作物的学者 研究 那就是张谦出西域以后 带回来的 因此呢 我们讲张谦出西域以后 李广丽对大碗的战争 当然这是一次决事政府 但是到同时 他也开辟了一个 中国和西方之间 物种交换的 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的物种传到西方 西方的物种传到中国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的 所拥有的物质财富 丰富了 7 8 8 9 9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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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